所以你会发现刚刚这个地方,它没有 return 反正它直接做完之后,它就直接 print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function 本身就有 print 刚刚主要改动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 如何建立一个 function 所以这个 function 的建立 开头一定是要 def 然后一个 function 名称 然后给它一个引数 至于这个引数,不见得要跟这边的名称一样 当然如果你想说,如果我可不可以取另外一个名称 可以啊 比如说你这边引数名称,你可以取名叫 p 好了 如果你这边叫 p 的话,底下这边也都要改成 p 不然的话,它会找不到这一个引数 比如说这边丢过来,可能是这个,这边丢过来是这个变数名称 但是传过来的话,你可以取另外一个名称 可以不要跟变数名称一样 我是怕你们要混淆啦 我就把两个,好像是当了一个 pronger 是一个变数 有没有,它输入值 然后传过去那个 p 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叫引数 或者我们叫参数啦 就是丢给它一个东西,存到那边去 它再传给它的程式里面去做运行 OK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如果我要改成有回传值的话 那很简单 关键的地方,只要在你想回传的那个地方稍微做个修改 也就是说呢,我不希望你直接print 所以可能有两个地方,一个是 Twitter 记得Twitter前后刮弧,你请你把它改一下 把Twitter前后刮弧部分 把它改成什么 Delete掉 然后前面加一个关键字 叫return OK,所以你在这边打一个return OK,这个关键字 return的意思 到这边的时候,你就把这个资料 丢回来给我 给哪个地方 把这个地方的这个资料 丢到这个这个方选本身 所以这个方选本身 会储存 这几个字 所以这个方选的话,return 回来的会是一个字串 然后底下也是一样 底下这个,它可能回传这一个 也可能回传这一个 所以这个print也是一样 把它delete掉 然后呢,前面加一个return 把这个return拖揽一下 复制到这边 好,所以这边 把刚刚的两个print 改成return OK,其他不用改 所以这个是有回传值 但是有回传值 接下来会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呢,如果你扶一下它的话 那它return给你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这个function 我刚刚提过 这个function里面呢 就会是放字串 而没有print的动作 所以如果假设你现在run的话 它输入有没有 51 它return回来 所以那个方选里面放51 但是没有任何作用 Enter它会bug 它Enter完之后 什么事也没发生 为什么?因为它是要丢进去的 但丢进去之后 变成你要多做一件事情 你要再把它印出来 因为刚刚我们已经把print deleted掉 所以谁要去报告 就好像 你底下的member 已经把东西给你的 但是 你也没叫他去报告 你也不报告 那就没有人报告了 那就 OK 所以最后怎么样? 你要上去报告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老板要报告 那老板报告的话呢 那老板报告的话呢 变成要在主程式里面再加一个什么? print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边记得 在这个function外面 再加一个print 也就是说 认为来了 可能是不是直数 也可能是直数 也可能是直数 的一个自创 那我们如果要把这个结果 把它显示出来的话 那变成说 就是在这边print出来 OK 这样应该理论上改好了 所以 如果要把刚刚的没有回传值 改成有回传值的话 那就是理论上改两个地方 一个是return 一个是print OK 所以print就是这样一个动作 反正至少要有一个人去动作就对了 所以你不能说 我把print拿掉 然后都没有print 所以最后你要记得 把那个主程式里面加一个print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 所以最后它是return回来 比如说我51 那不是直数 它会把这个结果放到 这个function里面 这个function会自动把结果return到这边来 所以这个里面的话 就会放什么 不是直数 所以不是直数的这个字串 就会被放到这里来 放到这里来之后的话把它print了 那就OK 试一下好了 所以刚刚没有print的结果 那现在会不会有print的结果 51 不是直数 我们来试一下 另外一个看看 另外53 或者你可以输入别的数字都没有 是直数 那就OK了 可是用起来其实没什么差别 所以我们写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说这个user 完全没感觉 所以你会发现 你怎么写 其实user都不会有感觉 反正不会有bug 其实他也不会知道你怎么写的 OK 所以这边它主要就是 把刚刚的程式改成有回传词 那关键的地方就是 把print改成return 然后这边要记得要加一个print OK 试试看 画面再换给播一下 所以刚刚注意一下就是 第二种方法就是有回传值 如果你想要顺便学一下VBA的话 VBA 第一种刚刚讲的那个叫sub 如果是同样的 VBA叫sub 然后呢 这种方式如果在VBA里面叫function 它名称不一样 可是在python 名称多def 只是差别说 python里面有没有return 所以 如果你要看到底 这个function有没有回传值 你就要看里面有没有return 如果有return 那它就是会有回传值 可是它如果没有return的话呢 那表示说它就是做完就拜拜了 它就是不会回传任何讯息 OK 所以这个部分 请各位试试看